你比如过去大家讲说西方搞点什么当代艺术现代艺术 它不是凭空出来的 它是从它实际情况有根上长出来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看中国你比如说七九八是吧 弄点什么 你都觉得它不知道是哪个土地上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真的和假的这个土壤 你比方说伦敦这个人一个人平均一年看64本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没那么多 我看的资料不是你提供的吗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然后说中国人均2015年的统计 四点几 我看的是七点几 还包括电子书 可能那三本是电子书 就是说你读书的爱好群体 咱们就根本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的确你像日本 你像伦敦地铁上 它是真的人人在阅读书 你明白吗 有一天你想起个很浪漫的想法 我这个书放在这儿 另一个人会看下去 中国北京上班地铁都是你叫什么 你觉得我就觉得常常弄出来一些文部对题 对它不符合国情 再有我们认为过去认为的读书 最下限是文学书 这是读书的下限 实用书不算 你说我看这菜谱这不算 你要说这是人均多少本利 这算不算 我都不知道怎么统计的 如果你把这种实用功能性的书再算进去 我估计也就这个数 如果你把这个都剃掉 就是说按照过去 过去真正讲究读书的人文学书还不算 你看京师子集排在最后 你读的是经典 所以我们今天你要说 把这个读书的这个比例划分 我觉得中国人确实读书很少了 连我们都很少了 就别要求别人 尤其我觉得 我是这么想 读书是太不现实了 太不现实了 文章你在哪读书 你这整天做书的节目 我是随时都可以读 我也是 他说读得多 我跟他也说 他真的是书 我也老在地铁读书 但是你肯定高峰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觉得 但是比如说把这个换一个 就是是不是把它换在咖啡厅丢书 就是我们换一个想象当中 更适合读书的场所 就是说不讨论是不是地铁 如果换成咖啡厅丢书 或者是这种一个读书 本来就是读书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行为就没那么可笑了 我的意思 也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 就是这个东西显得没有根 这个事情 在我看来 什么叫没有根呢 还不只是说摆放在什么地点 或怎么样 而是背后那个想法 比如说 我们先看一下英国那个小女孩 就演那个 赫米那个爱玛 她呢 在全球的 就西方的演艺圈里面 是一个有名的才女 她不光是念名牌大学 她过去几年很积极地 去参与很多的女权运动 然后常常出来说话 然后很多的那些女性作家 出书的那些发布会 她就像一个小读者一样 去听一些伟大的女作家的 就是真的拿着书上去签名 所以她是不是同性恋 她不是 她不是 同性恋是另外一个 对 那我就发现 所以 你放什么心 我可以膜拜了吗 我可以可以可以 你同性恋你也可以膜拜 然后呢 她呢 所以你就看到她变成 就是说她的形象 是早就摆在那儿 然后呢 第二 伦敦那个丢书行动 不是一般的丢书行动 它那个组织是一个主张父权的运动 就是说是主张父女权力 不是父亲权力 是父女权力 女权运动的一个组织 所以她挑的那些书 全部都是关于女性跟女性权力的书 所以说整件事是有缘有本 没错 不是瞎丢 是 然后呢 最后还有一个 她有个实际情况 伦敦人呢 她地铁可能没我们那么急 而且还有个习惯 去搭伦敦地铁就看到 周围上很多报纸 那怎么回事 他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买报看报 她看完了报 她有个习惯就放在那儿 那下一个进来的 坐着就拿起来看 也就是说 她丢书是既成 她放报纸放杂志这个行为来的 你本来人人就放报纸放杂志 所以你现在放本书不突兀 所以你就看出来了 今天的很多事是空心的 是表象的 心是空的 所以我刚才听你说什么伟文青 我还看你写了个文章 我一直弄不清楚这文青 文道不是文青精神领袖吗 对 你还管 到底什么叫文青 什么叫伟文青 我觉得伟文青就是怎么说 就是把文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吧 穿麻布衣服 然后翻布带 对 然后文道就背翻布带 然后地铁上开出 地铁上开出 还有下午要喝咖啡算了 对对对 然后夜行 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就是说 这个谈论的是山本药司的设计理念 但是买不起山本药司的衣服 后来呢我们有个小编 昨天去山本药司的一个店 还真的看着文道了 你可以看着你长眼 你一看 你瞧 但是文道 告诉你一个 你再看一下 这衣服很贵吗 文道 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是山本药司的一个打折店 这个很贵吗 它衣服 山本药司的衣服 挺贵的挺贵 就是文青就是他们也 不是我现在不是都有概念 什么叫挺贵的 就是比如这样一支 两三千万一件 可能两三千 对马爷来讲 但是对文青来说是很贵 是这件 但这个是真的是优质还是Y3呢 价钱是不一样 如果真的是优质的话 这件大概是四万多 不再四万 因为我刚才说了个打折店 所以不让认真讲一讲 但我不穿他的衣服 他刚才说那事 我突然有 就把这个丢输的这个事 这我听他的时候 我还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一个事 但我听着你刚才讲 他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策划 那我就觉得有阴谋在里头 这事有点没劲了 然后彻底让我把这个事 是吧 彻底让我把这个美好的事 弄得我这个就破灭了 对 所以我倒是觉得 就是文青 这个标志 你刚才不说我都没总结出来 就是文青是什么 我他们年轻时候全是文青 对 我们那时候全是文青 你说王硕算文青吗 当然算了 他也是文青 他不承认那也是 他是文青的代表 他自个也写过很多文章 就是 对 他当时写过很多 就是他文青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用文化文学去勾引别人 当年的文青全是这样 就是我说一句你不知道的 就搜长刮堵的 那么我头天晚上学的 我第二天得跟你摆回去 就管用 那你说这一代文青 就是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不可怕 对 现在的不是那样的 现在他要讲究自主什么的 你比如他个性化 跟人家不一样 我还真不知道这意思 那么方舟 伪文青 什么叫伪文呢 伪是什么意思 就是追求这生活方式 你写那文章还讲到穷是什么意思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它其实不是所谓真的笑评不笑唱 或者是就是鄙视文化 就是你看那个什么微信上 川普读的100本书 他没读什么书 就是王石成为王石之前的读的50本书 然后谁推荐的 就这种企业家 他表示自己有文化 或者像马卫读老师 作为已经成功的人 他推荐的 我开网友书单 就是他别人是觉得好崇敬啊 但是说如果呢 他就是个文青 他就是这个穷 然后是个真正意义上的 除了文青 没有别的谋生能力的人 你会发现 他就成为一个特别被耻笑对象 因为大家觉得 人文青之所以沦落成文青 是因为你其实对这个世界 根本没有适应的能力 所以你就摆出一个拒绝这个世界的姿势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标语 比如说那个丢书的那个公共号 他们有个标语 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 就是一种幻觉 我这口号很大 他显然不知潮水是什么 他以为他们家的淋浴叫潮水 他改变方向一掰就改变 就是还有种这种自我幻觉 这就是伟文青 还有一种就是穷游的 就是说他们也有口号 就是说这种人你得坚信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就是要网上经常有 说一千块钱上西藏 上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甚至你知道前两年有一篇 很著名的一个旅游的日记 就有一个女孩俩女伴 结伴 非说五千块钱要上西藏 然后就靠着沿途搭车 女孩想的多浪漫 没想到一路碰的都是老司机 那都是老货车的司机 伸手就摸 那结果你知道就是他 我觉得女孩 是吗有这么一篇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很有名 一路卖身到西藏 我跟你说真是 因为很可怜的 他发出来 他每天发的那个微博日记 都是特美好的照片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从第一天 就开始打 他们第一站去的汶川 就说打车 一个车也不停 一个车也不停 后来她的女伴聪明点的 她的女伴呢 还在这拿举个牌子 写了雅安俩字 然后把上衣扣子 解了俩扣 过不多久 哗来了一个 好到了 到了结果呢 她当天晚上 她那个女友就感冒了 扣子厂子 感冒了 就剩她一个人了 就剩她一个人 她也解了俩扣子 后来等了二三十辆没来 后来就又剪了一个 终于等上一辆 但是已经是傍晚五点多 她一下她说到甘孜 她就想这事就要过夜了 犹豫犹豫 还是上了 结果我跟你说 这事不光她一个人碰到 到了夜里 那司机就说车熄火了 坏了 坏了就没办法 躺那睡吧 睡着了 她就觉得有个手 一张大手 在胸弦舞动 最后你反抗 你反抗这司机 就是说你你知道吗 你现在消失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 吓坏了 然后最后呢 你看这也不是说强奸 他就是说 那就是说司机大叔 老司机 摸一下吧 不是这司机也没到那程度 最后他跟着司机就说 我给你五百块钱 行吧 你别弄我 我给你五百块钱 然后呢 这货车司机拉着他直奔西藏 一路呢 收了钱呢 就有点像导游了 一路中间 就进店美景啊 停车十分钟 让大家照相 发微博 世界知名的赵海洋 站着跳过 对 当然这也许是文青编的 但我不知道 就是现在有很多女孩做梦 穷游啊 环游世界 路上碰见的竟是老司机 但是他有的是杜撰的 像这种杜撰的 这个行为很多 你看到公众号里 好多故事都是杜撰的 一个职业的编辑 像我这样就很痛苦 就这人是真实的 还是编的 很容易分辨 他细节上 一择词啊 干什么 一看 你说一看 这事是编的 然后你就没有兴趣 那你说 方舟你代表新一代 你觉得文青 是应该被嘲笑的吗 还是我们应该爱文青 就是或者说 就在座的各位 难道没有过那种 傻逼兮兮的文青时代吗 或者是我觉得 很多文青 他可能 他是从伪文青开始 但是他忽然 灵光一现 他觉得这个东西 我可以变成一个 真的文青 他从那个 膜外看山本药丝的书 开始 那个用特别文艺的 滤镜开始 他忽然发现 这个把我跟周围人 区别开了 我是可以成为 一个真正的文青的 所以我不觉得 这个东西是 可以嘲笑的 当然呢 这个爱护也不太对 但是我觉得 至少应该给文青 一个生活的空间吧 伪文青呢 是可以被调侃的吗 我觉得可以吧 但问题是 伪文青可以变成真文青 因为伪久了就是真的了 对 是 我开头 我就跟你说 就过去鲁豫就老跟我讲一个事 我就记得很清楚 多年以前 鲁豫就说 文青你这个人啊 我就觉得你活得不自然 我说为什么 他说活得不自然 他说很多东西 你并不真的喜欢 是吧 比如说是 马爷就说这个书画 收藏 他说你也不是那么喜欢 你也不懂 你别 为了让自己去这么弄 他说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勉强自己呢 你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鲁豫你知道吗 我说如果我像你说的那样 自然的活着 我们家的石砂庄 我们家那种河北人 我说如果我自然的活着 就是一盆 一个人吃饭 一个儿子吃一盆饺子 吃完了之后就困 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睡一下午 然后晚上就起来 然后开始吃 地利与我何有灾 是吧 像那个相公运人一样 又吃一盆饺子 然后看电视 又困了 我说 那就是 我说你要我自然嘛 那我自然就那样过一生 对 就是醒了就饿 然后吃饱了就困 然后就这俩事 可是我觉得我勉强勉强 我装逼装逼 现在呢 我真的能从这些收藏 里边说话里边 我确实有快乐了 是 开心了 那怎么说呢 而且文青 他其实在所有的 这个社会青年的群体里 他确实是危害性 特别低的 就是对社会 零危害 有危害性 没错 真是无力 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 就是你想 其他的青年 比如说你说 这种创业青年吧 他还有古惑型 古惑那无知待生 跟他一起创业 那爱国青年 就是也够吓人的 广场舞大妈 然后爱运动的少年 其实跟广场舞大妈 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跑马拉松的中产 其实就是一种 无声的那个广场舞 没什么区别 也扰民 但是就是 跑马拉松的中产 是无声的广场舞 对金剧产生了 没有 但是真的 你想像文青 大家也就是在一起 闷着头 然后感动感动 交友一下 但是其实对社会的 危害性也比较低 所以我不觉得 就是可以被嘲笑和调侃 但是还是让他们能够活着 比较重要 教主我怎么说 不是 教主 因为我们 却教主 都当过文青 因为文青 我觉得有个勉强的过程 是很自然 事实上任何人学东西 都是要勉强 就你不勉强 就像你刚才说的 吃一大盆饺子 然后去睡 那就很不勉强 但是当你想读点书 你要学个字画 它总是要勉强 勉强什么意思呢 你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你是要下功夫 你要是要费力气 负心机 这当然是个勉强 但是如果勉强的动机是什么 那我们平常说的 好像有一种自然状态 就一个人如果真喜欢读书 真喜欢音乐 真喜欢电影 他是自然而然爱上 爱了之后不可自拔的 不懂 非得把它搞懂 是这种勉强 但我们说伟文青的 那是另一种勉强 那个勉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比如说 拿这本书 其实我没看懂 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觉得在地铁里面 拿着挺酷的 让人家看看 这太累了 这太累了 有没有撤销我 是这样子的 对吧 这叫伟文青 可是呢 我自己觉得伟文青 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他你要装 比如说我要装看这本书 你怎么装 你也得看几行 你不能真不看 拿反了 怎么装不下去 对对对对 他就是逆错 比如说我就真的 这写得真好 这么看 你怎么看 你也得看几行 这总比装拿着 一大人民币在这 这有一个根本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那一代人 年轻的时候呢 除了文学 对你的诱惑最大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超过 对 没有东西超过 没有物质 没有山本药丝的衣服 没这事 沙特都能卖几十万本 对对 那时候你知道 他那个要卖文学书都吓人 当时那个第二次握手 是中国青年 我们出版社出的 你说第一次卖什么 什么景象 都吓人 他从那个王副景的新华书店 他是在王副景的南口 大楼上三层排 一直排在北口 拔面槽 那个人 就是你的势力有多好 你看不到头 看不到头呢 他有一规定 那规定 你要让今天卖书都气死了 那规定就是 甭管你有多少钱 甭管你受什么委托 每人买一本 跟钱两本 允许你给别人买一本 限购 限购买书啊 然后那长队排的都是寒风里 在那排着 你今天都不能想象有这种事 就是他说萨特卖几双本 萨特你今天卖几千本都卖不出去 人都不知道是谁 我想起来一个段子 我很多很多年前去捷克 我最早去捷克的时候 他们跟我怀念他们的八十年代 说那个时候捷克呢 听说布拉格 听说今天某个诗人要出新诗集了 上午六点多 冬天啊 下着大雪 书店是八点开门 全都门口了 六点门口就排长龙 冒着风雪 然后当时我就 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诗的国度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跟你说呢 咱那会一样 是没啥 别的事 没有啤酒 没别的东西 他刚才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沦落为文青 你知道什么 对 你想他沦落为文青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啥事都干不成了 最后就只能干这事了 所以就 我刚才听他讲 我比较理解他们这一代人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最后成了一个挡箭牌 让我在社会上 又保持了一个尊严 对 是吧 别看我跨一分布包 穿一麻布衣服 麻布衣服便宜啊 是吧 你这不是麻的吧 就是他便宜 然后呢穿上 但是我保持了一个文化的尊严 文化强大 你撼动不了 你可以拿我不当事 你不能拿我这书包里 这书不当事 所以他拿这个事给你抗衡 所以这就出现了 就是真文青是真喜欢 就是这个内容 假文青喜欢这个壳 我觉得也不错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次 你刚才说到这个拿着这个壳 我后来发现 原来文青 所喜欢的音乐 或者书或者电影 也是有 我们一般讲的文青 或者被人只笑的文青 是有类似的图腾 比如像我刚才脱口 就是说托尔斯泰 我们现在笑的那种文青 是不会看托尔斯泰的 我看那卡尔雕 那么老厚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 那图腾是什么 问你呢 他会看些什么 你不是总结了很多 拿些什么代表 我叫文青呢 我觉得还是村上春树吧 我觉得 村上春树 卡夫什么 这个米兰昆的啦 米兰昆的不算 不算 过了气了 我能说出来的名全过气了 而且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只有可能各行各业都一样 就是只有在这个行业里面 半吊子的人 就是他能够获得最大的 这个受众面 不能说真正的受众 就是受众面 比如说西摩斯卡 其实在中国卖了特别多 就是那个波兰的女士 大家也只 对 但是大家其实 看新波斯卡 就是只有一首有名 就是一见钟情 因为里面有几句那种 可以当QQ签名的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文学的 所以他们也喜欢 聂鲁达的情诗是不是 对 喜欢聂鲁达的情诗 因为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可以当QQ签名 就是所以他们都热爱文学 但是热爱可以截取出来 当QQ签名的那种文学 那你说要是哪年 村上春树得诺维尔奖 这帮文青不得疯了 高兴啊 Bob Dylan得诺维尔奖 其实就很多文青人 就是觉得 因为我们懂吧 终于有一本 我们看过的都可以再诺讲了 说豆瓣上有一挺逗的事 说几年前吧 有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 就是嫌疾无聊 就是瞎编了一个剧情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你变成甲壳虫 叫名字还特长 叫变成甲壳虫 卡夫卡也进不去 城堡 他这个电影啊 他这个电影啊 就写啊 就瞎编了个剧情 然后把他们那个单位 报社同事的英文名上去都做演织原表 然后还拿那个有个有个俄罗斯的那个电影叫十六的颜色 一个什么截图做个海报 他扔到豆瓣去了 结果一年之后他没想到 他这部没有的电影成为 网友很推荐的 人生必看的200部电影 就是很多影评 很多很多长篇的影评 就说这个电影 9.5分 不是 评分8.9分 豆瓣评分比我们还高呢 豆瓣评分8.9分 豆瓣就没法相信了 就是这帮人没看也可以评 对不对 不是有人评感觉 我常常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是听见一个名字 对而且就这个东西是有鄙视链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什么顾名凯恩啊什么的 你看过顾名凯恩 就是你就不叫文青 你一定要看过那个名字 剧长的才叫文青 包括你看到再小众的书 底下就是国外的学术书都有底下评论 因为他不都没看过吗 就是说这个翻译的太差了 就不如哪一般那一般翻译的好 就这个文青他是有个鄙视链的 那我再问你 这个文青我们经常会想到爱情啊 但是你照你刚才说现在都沦为文青了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班里女生还是比较喜欢文青的男的的 对吧 现在还有这一块吗 泡不到牛了呗 泡不到牛 在那忙什么呢 泡得到吗 我没泡牛 他教主不愁动 我说现在要是比如说你们同龄的要是有个男孩子感觉跟那个叫波西米亚似的还是跟什么似的 那么个范儿的 特别特派 但是没什么钱 特别特派啊 对对就许之远那范儿的 他说他也挺喜欢文青 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挺感人的 就是他怎么从一个就是 嗯 他是他他比较沦为就变是变了一个文青 就他本来好像就是家里就是中低的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小春青年吧 然后呢 他就无意中在网上看了我 他就当我还在读高中 他就特别喜欢我 后来就是我上大学之后 他就到我们学校 他就去西门卖考吃 然后呢 因为他想见我嘛 但后来发现我不去西门吃考吃 他就去那个万圣书园 那个北大清华之间最有名的那个书店 就去班书 然后那时候就竟能经常见到我了 然后他后来还要到了我的地址 怎么要到的 他就是也特别妙 他是假装一个记者采访阎延连科老师 还问了20多个问题 然后说 说这个延老师你答非常好 那下一个我想就这个问题也采访 像蒋方舟可以吗 然后袁老师就把我的电话给他了 所以他经常 但是他很好不打电话给我 他就是会发很长一长他写的诗 然后呢他会那个 我不知道是真血还是他的血还是谁的血 就会写那个血书 只要是人血就值了 然后就寄给杂志主编寄给封总 然后封总那是拿到吓死了 封总看着流鼻血 对我对封银成的了解 对 那就是个文情 但他现在他就是从一个 他现在变成真正文情 他好像在出版社做编辑吧 所以你也可以从一个立志的故事 然后他还出书 出小说集 然后还寄给我 女主角都是我的名字 都是黄色小说 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 这后面这段有点不太好 我听到咱们怎么漏了 我这一转之下 这一段正说明了 人生的多样性 多样性 对吧 文青的这种多异性 但也是亨利米勒的那种黄色小说 就是不是少富白结的那种黄色小说 人生情欲深渊的 对对对 对望深渊的那种 对那随着他这走得越来越高 你对他的感觉有变化吗 感觉没有越来越害怕 对对 后面没走好 拿着鲜花下面这个 我这不敢说糟话 过去拿着鲜花 我们过去说最难听的话 就是拿着鲜花不穿内裤就去了 感觉不行这个 他这就是这路子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其实女孩 其实是有点怕文青的 因为就是文青 她有一带 有一套看世界的眼光 有点扭曲的看世界的眼光 而且呢 她把你误认为 你跟她这个看世界的眼光是一样的 就这就有点像被一个精神病人 忽然觉得我们是同类的一样 然后这样有点侮辱文青 但差不多是类似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让人不适 说到这我忽然想起来 假如文青今天在中国变成一个 就是大家觉得 有点带着贬义的一个词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叫文青的那些人 他们怎么自称呢 他们会喜欢能够 他们能够同意或者承认我们是文青吗 我至少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舔不知识的 自称为文青 因为我确实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除了文青以外 没有别的谋生技能 所以我 这挺好 其实今天的生活中 你刚才讲这种故事挺多的 其实文学的这种自我判断特别重要 因为我当年当编辑嘛 就是个自我判断不好的人 就有人 那个文章写的太烂了 但是他没有感觉这种人的特别 但确实有那种文章写的很好 自我感觉很好的人 这人都一定能成功 对 咱们可以 你不能没有自我感觉 自我感觉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咱们看到的是一条路 对吧 无论一开始是学的 是装的 是别扭的 但毕竟如果是人心呢 向往着美好 向往着一些浪漫 我觉得好像比向往着钱 好很多 反正也挣不着钱 主要是 对吧 敬文青教主 文道老师被那种 怎么说 傻 不能傻乎乎的文青 就是特别崇拜 因为文青也是有固批的 我相信文青教主也是有固批的 你是不是被人崇拜 很简单 咱们可以测试一回 你不是应杂半夜出去吗 还有你看理想 你哪天半夜去三连书店 你进去走一走 那里全是文青 我半夜群体骚乱事件就发生了 然后楼梯上 公安不要 然后你看他那里人总归不会太多 但都深夜一定12点去 去看看 你试试 是很有意思 他会 对不对 那些人都是半夜在那苦读的 他还接上路 预见 但文青老师确实是给很多文青 很多精神经历 因为我觉得很多文青 就是 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 实在是有点古怪和格格不入 但是每次看到文青老师 就是 没错 没错 那么奇怪 就觉得自己安心 这个当文青 再苦再难 你看到最后 文青也穿上去 也能 就比你的格大 也能有希望 怪不得还带领金呢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一条活动的 先先先 倒点 倒点 那么一说 我想起来的就是说 这个 谈论的是山本药丝的设计理念 但是买不起山本药丝的衣服 我觉得还是村上春树吧 我觉得 收中面 比如说西莫斯卡 其实在中国卖了特别多 就是那个波兰的美食人 米兰坤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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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算 就过了气了 不算 不算 但是你看中国里边七九八 是吧 弄点什么 好吗 这是那个第二次握手 是中文今天给我们出版社出的 而且还没喜欢聂鲁达的情诗是不是 对 喜欢聂鲁达的情诗 就是说 比如说你看什么 公民凯恩啊什么的 这个男孩子感觉跟那个 伯奇米亚似的 还是跟什么似的 那么个范儿的 就是野兔菲庙 他是假装一个记者采访严林科老师 还问问二十多个问题 这是亨利米勒的那种黄色小说 就是他说萨特卖几张 不是萨特你今天卖几千本都卖不出去 人都不知道试试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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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在这种独特的凍卖 我说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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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